《奥拉玛尔的肖像》 婚龄时间 《奥拉玛尔的肖像》 Boutre de Dormar 我们这里一起来欣赏三幅由毕加索创作的《奥拉玛尔的肖像》 《奥拉玛尔的肖像》 她也一直被认为是毕加索众多长期情妇中最扑朔迷离的一个女人 在她们相处的最后几年 由于两个人的个性都很强烈 矛盾进进加大 毕加索甚至还会殴打她 对于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来说 她一生拥有众多的情人 俘获一个新的情人 就像是有了一个新的模特 每一次爱情的开始 她作品中的恋人都是被美化的形象 用的色彩也很柔和 既然恋人的形象就变得严厉和死板 最后则变成一种畸形的 讽刺的和毁灭性的表现主义了 这三幅肖像画都创作于1937年 现在保存在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 我们说画家这样来表现她的情人 倒并不是因为她喜欢取悦 然后征服最后毁灭 而是因为她忠于自己的原则 她总是寻找最出色的 然后去发现其中 未知的更深层的东西 朵拉玛尔在与毕加索分手之后 常常一个人孤单地 在巴黎圣母院的导影下 在塞纳和七米的宁英小道上 消耗自己的年华 直到生命的最后 婚宁时间 发过巴黎 感谢观看